哈啰 哈啰 新年上了 剛剛有新年過了這幾天 怎樣過成怎樣 跟朋友一起看《狀王之王》 嗯 我就在家裡 跟家人一起看 或者我自己一忙 要出去拜年 或者怎樣 我都立刻在網上追回 是的 每集都盡量看幾次 嗯 我都是 其實基本上沒有什麼 我都不出去 在家裡看 哈哈哈哈 是的 挺好看 是的 我自己會去追 我笑得到 我當然笑得到 我也可以 開心的 還有我和浩信 我們都會看幾次 就是看幾次 還有我看完 我都會問身邊的朋友 因為我都會覺得 有時候我們是一個主演 我們可能會主觀去看這件事 我們都會很想聽一些身邊的朋友 有一個觀眾的意見 或者一些網民的意見 去聽取一下他們 或者我們下一次可以怎樣去修正 或者做得更加好 嗯 挺有趣的 因為你昨天是扮土耳其美女 是啊 漂亮嗎? 漂亮啊 漂亮啊 你可不可以叫醒他們 阿聰就說 你越拍越瘦 是 那你當時拍土耳其那個 已經是最瘦 還是不是最瘦的時候 我都不記得了 最瘦了 最瘦啊 我記得了 是不是你記得了? 你以為那段時間都很黏 因為我看電視 他真的看到你很瘦 嗯 他緊張啊 那時候 他很想演戲劇 演得好笑 這件事 他都花了很多腦汁 那段時間 他吃很多東西都不是很吸收 嗯 但是現在深夜從過那套公主 嫁到油膩粉 你都很放下的 在這個顏色上 就是動高腳像雞腿 像雞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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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發喉那部分 其他都是本色演出的 哈哈哈哈 哈哈 哈哈 不是的 其實就是 我又不覺得 因為其實 因為其實 我又不覺得 比較活潑的一面 那我都會很想 將這一面的自己 或者這一類型的東西 擺回在我的戲劇世界 那《公主嫁道》 那個也是 很多人都很喜歡 就是跟阿Mo那段 是 就是說我在這裡 搞阿Mo 我是一個名記 哈哈 明不明就不知道 哈哈 《青龍女子》 我也有份的 《公主嫁道》 但是我們沒有一起 我們沒有同場的戲 那自己都喜歡 所以這次能夠有一套劇 我可以 就是 任我們去做自己喜歡的 我覺得是很棒的一件事 那我好想你怎麼留言 她是喜劇的細胞表現呢? 其實她是OK的 我沒有什麼留言 就是 就是 我 我留言 我們的緣分 所以你說的確看那個 2013年我們那套戲 是的 那條片 《好心作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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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來她也打過我 原來也疼過我 原來 就是 原來也挺有趣的 這個緣分 我們再去做 《好心作怪》 是一個黑色 比較幽默的喜劇 嗯 那又有些關係 所以 我覺得還有很多事情要探索 在她身上可以 就是她還有很多可能性 是的 這個是我的評論 譬如我通常說我不知道 就是我知道 是的 她常說我不知道 其實相公是不是可以這樣 你不如刪掉那句 我不知道 其實你知道很多事情 就是她很多直覺的事情 很準確 那也都 她很好笑的 我覺得 就是她挺好笑的 也當然要感謝阿聰 肥仔聰導演 給她一個這麼闊的演出的角色去發揮 然後發揮到 有低音的男性 又可以柔弱到好像一個名技的女性 就是她很闊 是的 是的 又可以是一個老爺 是的 又是一個可以延熟的太太 又是一個動作演員 就是 可能性很多 但是往往 有時候可能性很多 觀眾就要抓住一個點去記住 記住了她的樣子 嗯 所以其實她很多事情 嗯 那你的角色都挺不錯的 就是和金剛啊 和阿聰啊 Chemical 你們三個Chemical 我覺得是很有果法的 多謝 多謝你 嗯 我們雖然是第一次合作 嗯 我覺得大家對於喜劇的那個想法 都很一致 嗯 也都很受到是 周先生 周星馳先生的 的土壤去引用了我們很多事情 很多想法 嗯 所以很多時候我們現場 一碰撞起來 就有東西出了 嗯 其實我們都做了若干一段時間 都希望不斷突破 拿到一些新的感覺 給觀眾看 嗯 那 我多謝你們有這個 看到這件事的角度 是的 因為我看了幾集 你應該都參與了對白很多的 應該 因為我看到有些對白 你應該是臨時自己作出來的 嗯 很棒 你跟趙英雄 趙英雄 趙英雄 我跟他那些 在公堂上那些 用一些歌詞 去做這件事 甚至乎我跟阿聰 因為 是的 我自己也是喜歡做喜劇的演員 嗯 所以 希望慢慢做多一些喜劇 能夠嘗試成為一個喜劇演員 嗯 那你現在自由身金 有沒有考慮真的 嘗試出去做拍電影 做喜劇的論 嗯 其實這兩年我都做了很多 跟喜劇有關的事情 嗯 都很幸運 也都因為 譬如好像在內地參與的 開播情景喜劇 嗯 跟 認識了很多東北那邊的喜劇演員 嗯 又學習到一些 學習近 他們的套路是怎樣去玩 那 回到來又可以跟阿聰做這個 壯王 那 也在這條路上面 不斷豐富了自己很多對這方面的一些想法 嗯 那所以 我希望 希望 吵多一些 一直吵 遇到一個好的作品 嗯 可以讓它滲出來 嗯 但是這次這套戲呢 我覺得有些美中不足就是 配音 沒錯 好像配音 但是有些時候又好像是現場收音 嗯 其實配音的情況都幾多 嗯 首先可能有些觀眾看不出那些 可能是因為我們已經很升了 因為我就一直配了是19天 是的 那為什麼呢 其實解釋一下就是 當時我們現場拍攝一個5.1的聲道 它要壓縮到一個左右兩聲道 那是會出現一些情況的 嗯 出現一些情況是會出現了 令到觀眾可能聽不清楚那些對白 所以就要求說可不可以再配過 那我們也盡量希望這套戲好 所以我們配合去做 嗯 其實我們在錄音坊裡面 其實基本上是 跟演多一次沒有分別這樣去 去捉到當時的神髓 那所以 我前幾天 我有個朋友跟我說 喂 好信 你有劇照啊 那我聽了看了兩集 是配音來的 嗯 我不看了 我真的是很傷心 說真的 因為這套戲對我們來說都很重要 當然每一套戲都很重要 但這套 尤其是我剛才也說過 跟喜劇有關 我知道我很喜歡 有一班這麼好的兄弟姐妹 因為大家又拍得這麼開心 就是你想一下連這件 今天的衛衣 都是指令它去幫我們設計 然後就派給我們每天一件 嗯 去穿 然後又有一個團隊的感覺 這樣去做這件事 去賀新年 嗯 你想一下大家這麼有心 但是出來因為配音 而失去了那種味道 這個我是覺得很可惜的 當然 但是也在這裡 希望觀眾多得不合 其實接下來結局編 是會少很多這些情況的 是的 所以希望接下來那個感覺 會給到再強烈些觀眾 因為接下來公堂戲居多了 公堂戲就真的去送世傑 這個世界裡面 本身一個很主要的戰場 的一個舞台 那麼他就會跟另外一個 我覺得很棒的演員 嗯 就是陳豪文先生 那麼他去飾演的是 陳蒙吉 嗯 那麼就跟宋世傑去公堂上 就裝鋒相對 嗯 那麼這一段我自己都很期待 觀眾看完的效果 嗯 那麼少一些配音 那麼希望觀眾看得開心一點 嗯 那麼梓龍你這次特地去設計這件衣服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構思呢 其實我們on and off 我跟浩信我們 或者肥仔聰我們是個群組的 我們是會不停更新的 我們的狀況 我們會想了很多一些點 就是一些點子 我們會想 怎樣可以配合這次的宣傳呢 就是我們都不想浪費了大家 那麼用心去拍這部劇 嗯 所以都很趕急 因為其實是新年前 人家修路前 我就要找人去做 是啊 那麼還要是會貴很多 因為你臨近新年的時候 嗯 所以也不能夠做很多件 我們都已經想好 希望可以有機會 就宣傳的時候 可以和大家一起穿著這件衣服 嗯 我覺得是一個好的紀念 對 是啊 那接下來還會不會再有多次宣傳呢 因為接下來應該是結局先的了 應該是22號 希望吧 希望吧 如果他們 就是大家沒有空 或者公司搞不到 那我們就 看看會不會可以 開直播 對 希望各大傳媒朋友 又可以支持一下我們 對 或者如果我們的修士繼續穩步上揚 或者有一些更加好的消息 就看看會不會有機會 可以和大家吃一頓飯 因為都很感恩 我也有看到報道說 我們微星0.1 好像0.1好像很少 乎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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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們已經是可以保持水平 還可以向上走 我覺得都已經是很感恩的了 就是你在一個農曆新年 大家可能會外遊的外遊 出街的出街 都希望大家會繼續支持我們 就是我們接下來這個星期 當一些感情戲 就會少一些配音 就是都有和肥仔聰談過 那聰道都說 就是希望感情戲可以用回原聲 因為都難配回 就是當刻那個情緒是不容易的 就是始終 我們 我雖然是那個角色的演員 但是我不是一個專業的配音員 當你去做回 就好像好信那樣說 你就要尋找那場戲出來 你就要演那場戲 是不容易的 希望大家都會繼續支持 亦都很歡迎 如果未看的朋友 可以再看回不同的渠道 然後再繼續追下去 是 賣TV Super 然後再繼續追蹤 謝謝 謝謝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鐘